大家好,今天我是Henry 我和大家分享的是背後踏踏 如何做一個短角度 令大家可以更加形狀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讓大家可以收益 我和大家分享的短角度練習 只是一個練習 不只是短角度才可以更加形狀 我們這部影片有很多不同的鏡頭 我們要慢慢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今天做一個單手Band 我們當然會有很多Supernation的動作 就是Opposite to pronation Supernation 當你記住做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手腕 也不要弄好腿 讓你去練習 去Externally Rotate 當你做的時候 記得慢慢來 千萬不要太快 如果太快你就沒有Feel Feel是慢慢來的 馬上有Feel 馬上有Feel 那些你也不想要 不然你做的時候 記住要去上方 Lift the ball 加更多形狀 讓它可以 Sale over with a rising trajectory and also fall on to your target 我放了一個Reference 在那裡 如果你的Angle做得好 你的Spin Power Ratio 那時候它也會有一個Jump 去Kick outside the court 好像是Kicksurf 但不是Kicksurf 而是Backhand Drive 在這個情況下 拿幾個球 讓你可以拿到一個Good Rhythm 然後你可以去練習 Go 當你打的時候 用Stm拍 你會聽到聲音 好嗎 好嗎 你會聽到聲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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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一Roll過去 那你的Feeling呢 就是它Hang在空中 然後滴下去 就Bum 踢出去 就不是你打過去的 很有Spin and shape to the ball 很有效果 所以你會像是藝術家 今天的分享就是 你也可以用兩手做的 但我不是專家 兩手 我是單手 很多朋友都跟我們學 單手 但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你也要加更多 滑 更多的滑 更多的滑 用滑 去幫你劃 那我們的One-to-One lesson 我們不只為球 都是跟你猜拳 你可以感受到 Kochenging的滑 在贏 在敗術的情況下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分享一下我的朋友 還有多一朋友 自己可以說 希望你享受這分享 記得去練習 慢慢來 STM method Slow Flow Breathing and Visualization 看見你們在我們下課的課程 WhatsApp 讓我們滑給大家聽 讓我們放下一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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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